高雄市率全国之先成立毒品防治局 整个防毒、剧毒、窃毒及弃毒四大工作区块 其中前端的预防比后端的辅导来得重要 毒防局特别加强反毒宣导 减少青少年碰触毒品的机会 更多详细的节目内容 请锁定7月16号每周一晚间 9点准时播出的幸福按个赞 毒品无孔不入 尤其是新兴毒品不再是药丸粉末形式 已经变身成糖果咖啡等眼人而目的食品形式 让人误实也让师长亲友不易察觉 因此反毒宣导中 毒防局特别加强试毒教育 早期的毒品种类大概都是单一种 比如说就是海洛因 还有安非他命 还有白板红中就这样一项 但是现在的这些药头 其实他们为了要吸引年轻人 他们会将毒品就会有新的包装 吸引年轻人他伪装成跳跳糖 咖啡包等等 知道毒品的形态之外 也要能够抵挡得住毒品的诱惑 特别是青少年受到压力 又缺少家人关怀时 就容易受到坏朋友引诱 吸食毒品 因此家人的关心 倾听以及主动通报 勇敢戒毒 才不会越泄越深 犯罪未发掘之前 你就主动的来请求 卫生署所指定的医疗介质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免报 那个检查机关的 检查单位 就是司法单位 但是只有一次的机会 一次违宪 另外在反毒宣导的对象上 毒房局也扩展到外籍移工 鱼工和国军部队等 针对不同族群的喜好 运用绘本 剧团 偶像艺人 担任反毒大使等方式 强化防毒观念 我们邀请艺人毕书记 担当我们高雄市的反毒大使 运用他我们会 我们有制作的一些DM宣导 会引起年轻人 也会来认识毒品 跟如何的来防治的一个方式 毒品百害无一例 从认识毒品 了解毒品对身体的危害 到拒绝毒品的诱惑 毒房局从源头防毒民众 有任何接触毒品的机会 向毒品说不 就能够将毒品赶出去 详细的节目内容 其锁定7月16号 每周一晚间9点播出的 幸福按个赞 港都新闻潘志光 蓝长帮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